如果用現在的月收入去算的話 恐怕還20年也還不完 相信我 債務就在那邊 它不會不見 人也在 也不會跑掉 我一定會努力努力的賺錢 我跟你講 富在深山永遠均窮在鬧是無人 單看燕中悲中酒悲悲先進富貴人 你現在有遇到一些困難 有需要到三天的 我們做得到 一頓要到三天的 說句實在話 看到你這樣綜合這個演藝權 三十幾年 是個中業態度 其實算遇到這一點小小的波折 我覺得說你要把它撐過去 65歲之生藝人彭恰恰 去年因為拍電影加上投資私利 欠下高達2.4億的巨額債務 更傳出他劉迅喜表示 今晚是我人生最後一晚 向有人告別 所幸只是心情抒發虛驚一場 彭恰恰也強調 自己絕對不會為了不還債輕生 身為綜合演藝圈三十幾年的職神藝人 卻被龐大債務逼到快走投無路 也讓直播天王連潛意看了 於心不忍 開出誘人心知力挺他度過難關 針對彭恰恰這個部分 今天我也有發一個聲明就是說 因為彭恰在前一段時間 我們有碰面 前一段時間就有跟彭恰就是 他跟他兒子一起來的 我就有跟他示範一個善意就是說 我也知道現在算他的環境比較堅定 算現在有跟他 我也有再說 這段時間啊 敲心有好誰 時間方便的話 我是很樂意的幫忙他 那度過現在的難關 來我這邊就是 固定的排場式的直播 固定班底 包月包場 給他一個比較不錯的一個待遇 那也是一個蠻高的薪資 上次有跟他溝通過了 我要請他再稍微想一下 因為其實昨天喔 我看到新聞 他暫時失聯的新聞 其實當時我們這些社會上的朋友 是蠻擔心的 蠻擔心他的一些處境 還是要跟朋友講就是說 我們這些社會上的朋友 能夠幫得上忙的 可以來到三天的 可以做我們 可以收聽的 一種收聽的 富在深山有眼睛窮 在鬧事無人問 但看見中盃中酒盃盃先進富貴人 你現在有突出一些困難 有需要到三天的 我們做得到 盡量要到三天 說一句實在話 看到你這樣縱橫這個演藝圈 三十幾年 是個綜藝的態度 其實算遇到這一點小小的波折 我覺得說你要把它撐過去 有什麼需要的 我們可以幫忙你的 我們就盡量幫忙 這一部分還是最後 也是要跟朋友講 你也是走過大風大浪的人 不要被這一點小小挫折 很快的時間 希望你會重新的爬起來 公山在一起 那繼續帶給我們社會上的 這些粉絲還有觀眾 可以給我們一些更好的節目 跟更多的歡笑 還有這些歡樂 因為你真的是 非常的有才藝 那是非常有才華的一個 演藝圈的準備 那也希望這個 黃國這邊能夠來直播界裡面 來共襄盛舉 一起來再創你新的一頁 說不定這是你轉換跑道 人生個七級嘛 危機就是轉機嘛 說不定你從演藝圈到直播圈 說不定會有個非常非常 爆炸性的成長 可能會把你目前的困難 全部都解決 也不一定 黃國這邊只要有需要 隨時都可以跟我們聯絡 那我們這邊都會 竭盡所能的 可以收聽 我們的情人這樣收聽 好不好 那最後還是祝福 我們彭哥 身體健康 一切順利 貴人相助 那能夠 早日東山再起 謝謝 來 祝福彭哥 來 加油